大家好 我是Andy老爹 我們之前 Hyundai Venue 我們試車的時候其實那一波 因為剛好我超級忙 所以沒趕到 公辦私駕 但是這部車在網友的口碑當中 很不錯 說好像蠻讚賞這部小車的 因為它也是 Hyundai 第一次 也是第一步跨入這個所謂 4米出頭的跨界 CUV 第一步 我們今天就是重點式的試駕心得 來分享一下 我先講 第一個其實我開起來的感覺 就是說我覺得它是一部非常適合 你在一般市區代步的一部小型的先輩車 以它的外觀來說 當然跟它高一階的 Corner 其實在外觀上的設定其實不太一樣 Corner 比較有一些流線的造型 當然因為流線的造型 也會相對影響一些車內的空間 所以如果說你還蠻在意 這個所謂車內的空間包含 比如說像我們今天試駕的 Venue 你看我的頭部 竟然有兩個拳頭 差不多有這麼大 接近兩個拳頭 這第一個 第二個在它2.52米的軸距下 其實我覺得獲得一個蠻不錯的 第二排的乘坐空間 除了頭部以外 西部表現也是以軸距來講算是非常好 我先講 我預告一下 我們今天有特別針對 Venue 有針對車內的寧靜度 我們有單獨做了一個測試 也有針對Venue的油耗表現 也來做一個測試 所以如果大家有興趣 可以再稍微Google一下 我們這些影片 都會同步放在我們的頻道上 去做播出 那今天的試駕新的就是說 我覺得它是一個空間利用率 以它的預算來講 你可以用大概60幾 70萬 我們今天試駕是頂規 GLC 它的售價是74.9萬 那當然如果說你買到這個 所謂GLB 不管是單色或雙色 就是用這樣的價格 一樣可以獲得 這麼優異的空間表現 第二個就是說 它的這顆引擎 雖然你看一下 四缸沒有渦輪 沒有渦輪的好處就是說 你不用負擔 之後渦輪可能壞掉 或者是維修的一些成本上的一些風險 NA的引擎 現在當然就是說 我們講的都是它的妥善率 表現非常好之外 當然它的運轉的時候的一個質感 我覺得也是OK 基本上在它的隔音 就是在防火牆這一道 做得好像還不錯 其實我在開車的時候 聽不太到所謂引擎帶來的噪音 我們時速約莫90-100的時候 你看到那個轉速也可以都是低於 但是接近2000轉 所以呢 它這顆引擎表現是還不錯的 最大馬力123P 最大扭力是15.7公斤的表現來看 我認為搭配它的這個模擬巴數的CPT 其實開起來就很順暢 因為CPT嘛 所以就沒有所謂換檔 但是你可以很明顯的感受到 它的前後持筆呢 其實它的反應還蠻快的 就是會針對你油門的深淺 去做適度的調配 它的反應就會反映在所謂的轉速上 所以如果說你去試駕的話呢 可以試一下同樣一個路段 你油門漸漸越來越深 或者是油門慢慢越來越淺 你可以感受到它的那個轉速變化 也就是所謂的持筆 它會盡量的在最短時間內 用最快的速度去反映你在油門上的一個需求 這個其實跟你的這個整個車開起來的反應 是不是有符合你的期待 我覺得這是很重要的 那第二個就是說在這個煞車 我覺得煞車的調性呢 它比較接近歐系車 為什麼這樣說呢 因為日系車呢 通常不是說所有日系啦 比較高的一個比例 就是在你煞車一下去的前面那一點點 它就給你比較多的力道 那這樣的調配方式呢 會讓車上的乘客點頭 因為煞車而點頭的這個頻率就會比較多 那自然也會造成一些比較不舒服的感受 相對就會提升 那Venu的煞車它是調的比較線性 就是說它踩多少 它就給你多少 那你就很容易去調配你的一個煞車力道 這個都是在比較細微的部分 這個跟大家報告一下 那這顆引擎呢 我認為它跟這顆變速箱表現 我覺得其實配的還蠻好的啦 當然你要在這樣的一個動力下 你還想要享受一些操控樂趣 就是說比如說自己控制檔位啦 然後在山路上啦可以小跑一下 或者是比如說高速公路你要瞬間超車 你就可以透過這個手自排模式 模擬巴數去做手動的降檔 切換檔位來得到你要的一個加速力道 我覺得這部分雖然是配著CVT 但還好也因為它的這個CVT的反應還不錯 你透過這個自己這樣打 我覺得可以獲得一些不錯的駕駛樂趣 再加上它有這個行車模式 它行車模式還不錯 就是我們今天試駕 大概70萬上下的一個售價 你可以有第一個 Echo就是節能模式 Sport模式就是它平均轉速會再高一些 油門反應會更好 那另外呢就是在Normal就是正常模式 以這樣的模式在正常情況下 你可以有三種行車模式 這是不錯的 那另外呢 它竟然還提供三種輕度越野的模式 比如說有Snow雪地 沙地跟泥巴地 Mood跟Sat就是所謂的沙地 所以基本上呢 雖然只有前輪驅動 但是還是透過結合 比如ESP啦 循跡防滑啦 然後透過這個行車模式 去限制你的動力輸出 可以讓你的前輪 盡量在不同的路面 路況差的路面 抓地力 不好的路面 都可以獲得 最大的一個抓地力 這個是有這些行車模式 最棒的一種 算是安全的一種模式 可以讓你在這個不同的路面下 都可以有一個最大的抓地力 這個是不錯的 我覺得另外一個可以稱讚的 就是它在底盤的表現 因為以70萬你可以買到好的底盤 我所謂好的意思就是說 第一個除了隔音 重點是你在開高速公路 時速90、100 甚至接近110的時候 它的行路性跟穩定性 我講的穩定性就是 有些車開起來 你就覺得是飄飄的 那高速切換車道的時候呢 它的這個穩定性相對 也會讓你覺得說 好像不是那麼的扎實 但是Venu在這部分的表現 是非常不錯的 因為雖然說它售價是60幾到70出頭 但是呢 現在我覺得兄弟在任何車款 因為他們都很強調 就是說我這個是歐系體質 我也花大錢去請了這個 歐洲的底盤設計師 來打造我家的車 其實主要目的就是希望說 讓你車子開起來 穩定性是可以媲美歐洲車的 但是呢 售價卻可以接近一般的國產車 我覺得這個是最大的一個優勢 雖然你花70萬的預算 但是你可以買到 接近歐系車的一個體質 所以Venu的底盤 我覺得是值得稱讚 這個是在開車部分的表現 那另外一個就是在左右的視野 雖然A柱跟後視鏡加起來 有稍微擋到一些空間 但記得你在開車的時候 可以透過一些人體工學 自己調整角度的方式 比如說我要看左邊 我就稍微這樣動一下 讓我的死角降低 看右邊一樣稍微動一下 死角降低 可以提升你的安全性 好我們來講一下購車介意 基本上呢 Venu總共有四款 他用GLA GLB的單色 雙色 就所謂的凸痛 再加上GLC的頂規 我認為CP值最高的應該是 為什麼 因為是在往下 入門的 GLA 單色它售價是65.9萬 有一些配備我覺得 比如說15吋的鋁圈 那也沒有SmartSense 所謂的主動安全配備 這部分呢 我真的是強烈建議 你可以再加個4萬 麻煩捏一下 你就有第一個 17吋的鋁圈 第二個呢 這個所謂的SmartSense SmartSense就是所謂它的主動安全 但是雖然沒有ACC的自動更車 但是這個自動煞停是有的 而且還可以包含行人偵測 那另外一個就是在這個 所謂的車道偏移警示 車道偏移輔助 會幫你拉回來 還有所謂的皮刀警示 遠近光燈 自動切換等等 前車駛離提醒 總共有7個主動安全 這個只要4萬塊 老實說 我覺得這個是CP值爆表 所以我會強烈建議 你直接買到GLB 不管是單色或雙色都可以 但重點是呢 我非常愛用的Apple CarPlay Android Auto 也是在這個等級 另外還有一些配備 比較像那個車頂架 雙色切削鋁圈 髮廊白的內裝套件 前座中央扶手 温溫空調倒車顯影等等 全部只要4萬 所以我認為 這個等級的CP值最高 但是呢 再加1萬你就有2tone 這就是看你個人需求 另外呢 再加4萬 你就有LED的軸型燈 LED的尾燈轉向輔助 皮質包覆方向盤 跟6支喇叭 這個4萬就看你個人需求 但我覺得好像也可有可無 因為如果是頭燈LED 那我覺得就CP值就高了 但是在我看一下剛前面的燈具 應該是裸素的燈泡 所以就是LED的軸型燈 但是呢 我個人強烈的建議 如果你要買 一定要買到GLB 單色雙色都可以 好不好 以上是今天的試駕心得 跟購車建議 我覺得這部車 其實值得一試 不管你有沒有要買 去試試看 我認為 它在底盤的表現 油門煞車反應的表現 因為這部分是沒有辦法顯示在規格表的 這個是我的 試駕心得給各位參考 好的 我們下次見 我跟你老爺 下次見 拜拜